黑色休旅車慢慢開進巷子裡頭 開著開著車身突然劇烈跳動 駕駛立刻緊急剎車 同時下車查看 這時才發現大事不妙 自己撵到人了 白馬線上還殘留大片血跡 這起車禍就發生在 新北市板橋大關路上 54歲的孫姓男子 被休旅車撵過身體 緊急送醫後依舊宣告不治 就我來的時候 剛好他就已經都是血了 可是一開始還會動啊 後來才有卡 就是沒有呼吸 他後來救護車20分鐘 他們說20分鐘才到 明明車速不快 怎麼會釀成死亡車禍 原來是4號晚間7點多 林姓問蔣 將計程車停在路邊抽煙 這時孫姓男子經過 不滿煙味飄出來 雙方爆發口角 甚至當街推擠 孫姓男子一度被打倒在地 卻正巧被路過休旅車撵過 送醫後依舊宣告不治 全案將林姓駕駛 及扶姓駕駛 訴呆歸案 全案依過失致死 移送新北 檢偵辦 教室的黑色休旅車 由警方暫時拖回保管 作為調查證物 而意味撞死人的 胡姓女駕駛 在警局內 神情相當驚恐 恐怕怎麼也想不到 因為一時的口角糾紛 卻意外奪走 寶貴人命 大家希望志祥人游桃 新北報道